我是一個裝修顧問 答問題是我們的其中一樣工作 一般都不外乎是問問防水、手工、流程等基本的東西 但是有時候護主偶爾都會提出一個問題 不可以不好好地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... 噢 噗噗噗噗沒有包料 這樣就很難遇到大數 這樣就很沒安全感 沒有包料的 這樣就很沒安全感 其實這裡的材料是指適免磚或者結具等等有款式選的物料 那到底布架是包料好還是不包材料好呢? 當然是包好 不過我就不會建議在第一階段拿這個初步布架就包料 因為有以下幾個考慮因素 A 價錢和質素的猜疑 材料又便宜又貴又有不同的質感 如果包了那樣東西是你不喜歡的話 那就會有10萬個後加數的理由 價錢都很合理 但是就影響了護主的預算 B 到底手工貴還是材料貴? 如果布架包了所有材料 但是不標明材料的成本 那到底是有多少佔了在布架裏面呢? 那到底又有多少真的去了自己的裝修工程度呢? C 有限的選擇 裝修公司只會提供基本的選擇 大家難得裝修一次 不是應該好好地了解一下市面上有什麼可以選擇呢? 有得選擇,難道你真的不選? 其實包不包了不是問題 不過我建議大家可以先第一步考慮工程的布架 然後後期再考慮要不要包了或者自己去找材料 當然,如果知道布架單裡包的材料是什麼品牌和價錢的話 那當然安心得多 我又要去答問題啦